林志玲竟然代言了张婷的微商产品,真是让人匪夷所思! 张婷和老公林瑞杨做的微商产服品一直有点让人摸不住头脑,看起来就像和朋友圈很多医美的广告一下,让人觉得不敢随便乱用。 但是人家不仅规模大,而且最近张婷和老公被授予了一个什么法国荣誉勋章,嘖嘖嘖听起来不得了。 但是最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,林志玲竟然跑去代言了张婷的这个微商,是没错,就是著名的那个麻豆林志玲。 一开始看到海报的时候还不太信,毕竟这个画风你说是故意批上去的也不是不可能。 但是有网友在地铁站看到了张婷这个微商的广告,完完整整铺满了正面墙,而且看得很清楚,确实是林志玲本人代言了,还附上了自己的先名。 先不说林志玲好好一个模特为什么要去代言内商,毕竟张婷的自己创立的这个品牌从一开始就是她自产自销自己站台,从来都是用自己的一张脸去打广告,然而不知道为啥,今年老板娘默默下线,让志玲姐姐成了新任的代言人。 张婷的这个护肤品一开始确实很厉害,四年前一推出,范冰冰亲自上领帮忙做宣传,只是可惜那个时候还不流行美妆人设,要是放到现在,可能产品早就脱销了。 要说看不懂的代言,林志玲这个还不算啥,最让人摸不住头脑的是周杰伦街的广告。 方间一句经典的话是说周杰伦代言的所有东西,粉丝都买得起。 最爆笑的是之前有网友在逛街的时候碰到了一个卖手抓病的摊位,上面印了周杰。 周杰伦的照片,粉丝都想举报道用肖像了,结果百度一查,居然真的是周杰伦本人正规代言,最后商家不得不在海报上加了一句,周杰伦不是屁的哈哈哈哈。 周杰伦的粉丝都崩溃了,杰伦啊,你能不能代言一个我们买不起的东西。 刚才说到范冰冰帮张婷宣传护肤品,其实如果范冰冰代言了什么面膜也还说得过去,但是你可能没想到范冰冰还代言过菜刀,嗯,就是切菜剁肉的菜刀。 都说代言产品要考虑明星本人的气质,这些代言也是相当让人看不懂惹。 参考来源 参考来源